牛皮犬案例 经医院诊断为银血病 即牛皮犬 2016年2月 原始点调理前 头 身 2016年2月 原始点调理前 腿部 由于患处面积大 无论什么天气 都用长袖衣 长裤 帽子遮盖 痛苦不堪 吃激素药 副作用很大 造成腹骨沟及双膝盖 都受影响 一走路就痛得不行 八年来 跑遍大小医院 中西医及各种偏方 全都尝试 花了许多费用 也不见好转 2016年2月 直到原始点 调理半年后 牛皮犬基本痊愈 腿部和腹骨沟 好了八成 2016年2月 原始点调理前 2016年5月 原始点调理两个月 2016年7月 原始点调理半年后 原始点调理经验分享 1.姜汤 从一两干姜 调整到四两 2.按推 每天按推一次 3.心态 心情愉悦 有力康复 4.温敷 天气热 有时没有温敷 如果温敷能够做到位 康复时间一定能更早 2016年5月 开始认真服姜泥 并用保鲜膜包上 5.温热饮食 菜中都加姜片和辣椒 6.运动 爬楼梯和跑步为主 一天一到两小时左右 反思 我为何是来中心后两个多月 才开始见到效果 最开始有些掉以轻心 温敷和运动都没有做到位 为了白天走动方便 晚上才敷江泥 在将近第三个月的时候 才把原始点的各个细节 都落实到位 前后比对 2016年2月 原始点调理前 2016年7月 原始点调理半年后 前后比对 2016年2月 原始点调理前 2016年7月 原始点调理半年后 特别感谢原始点 感谢张医师无私的奉献